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最近中国女排二队已经结束了亚锦赛的争战 那么这种非常的可惜 2比3输给泰国女排多得了亚军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 泰国女排呢打败了中国队 显得非常的开心 全队都在疯狂的幸出 对比之下呢 中国女排呢则是显得有一些落寞 留下了遗憾 而另外一方面呢 不少球迷也为中国女排感到惋惜 但是实际上其实回顾整个 亚锦赛的历程 从中国女排这些年轻球员的表现来看呢 我们这一次也并不是没有收获的 包括在比赛结束之后 国际排练还给我们几位队员颁发了大奖 总体来说 这一次是一个因祸得福的过程 接下来呢 我们和各位球迷来具体分析一下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呢 其实对于中国女排而言呢 我们输了其实并不愿望 因为我们可以回看一下呢 本场比赛的话 泰国女排基本上是全主力作战 而中国女排是二队的主力出战 所以首先从双方实力来看呢 中国女排就比较吃亏 但即便是在 整体实力比不上对方的情况下呢 那么我们也依旧是紧紧咬住比分 在0比1落后的情况下呢 不断的追平比分 那么最终仅仅是以微弱的劣势输掉了比赛 所以这一场比赛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我觉得是这个衰败有用的 而且呢在这一次的一个比赛结束之后 尽管中国女排没有能够夺得冠军 但是因为此前所取得的成绩非常出色 我们中国女排这支年轻队伍 已经拿到了2025年女排市井赛的参赛资格 也意味着呢 我们呢已经帮助我们国家队拿到了这张门票 这一点也是一个非常可喜的消息 除此之外在比赛结束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呢 中国女排有几位表现出色的年轻球员 也获得了主委会颁发的大奖 其中吴孟杰获得了最佳主攻 而杨涵玉则凭借非常优秀的表现 获得了最佳副攻 周叶彤则获得了最佳坚硬的大奖 这三位球员呢 无疑呢是我们中国女排本次夺得亚军的大功成 而他们也用自己的实力征服了主委会 那么其实这一次呢 涌现出了这些年轻球员的话 实际上不仅是对于二队是一个重大的惊喜 对于中国女排一对将来的征战呢 也是一个重大的宝贝 对于蔡斌这个主教练来说呢 无疑是如获至宝 大家非常的清楚呢 中国女排一队现在正在宁波北伦备战亚运和奥运资格赛 我们在主攻在副攻在接应方面的话 其实都面临着辛劳更替的局面 在朱婷 袁 新月 以及拱翔宇啊 这些老队员在后续逐渐退下去之后呢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新鲜血液注入进来 来帮助中国女排提升活力和实力 而从目前来看呢 从吴梦杰 周叶彤这些年轻球员身上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希望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中国女排而言呢 仅仅在这一次的亚锦赛丢掉冠军呢 并不是一件特别打击的事情 关键是我们能够通过本次比赛学到什么东西 以及我们年轻球员有没有得到历练 我觉得这一点才是最为关键的 毕竟对于中国女排而言呢 我们真正的舞台是在亚运会 在亚洲杯或说在 整个国际大赛 比如说啊是是联赛啊是锦赛啊 或者是奥运会 这一些才是我们最终争战的目标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输给泰国女排呢 确实会有一些遗憾 但是呢并不值得太过伤心 也希望希望我们各位球迷呢 能够继续支持中国女排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